我們看第二題 鋼磅在25度C 它的直徑是3公分 這個時候同環 它的直徑是2.992 所以鋼磅塞不進去 我現在給它加溫 那這線膨脹系數比較大 所以它的膨脹比較小 多少溫度 這兩個直徑一樣 它就能夠把它塞進去 那這怎麼做 鋼磅塞進去的時候 它的這個長度 就3 乘以 這個是鋼的 1加 alpha alpha是11 乘以10的負6 它的溫度我叫大T T減掉25度 這個是變成 到達T的時候溫度 T溫度的時候 它的那個直徑 會等於它的直徑 它的直徑是2.992 它乘以 1加 alpha alpha是同的 49 乘以10的負6 負6 負6 它是大T減掉25 好 那這樣子以後 我就給它一減 這個減這個 就是 3減掉2.992 2 本來它會加多少呢 加到3 3 3 乘以11 乘以10的負6 它在T減25 再減掉到2.992 乘以19 乘以10的負6 乘以10的負6 T減掉25 這個等於0 不過 因為它後面有乘一些東西 所以這兩個幾乎一樣 這個就把它當成3 那這兩個就會合併 合併面 變成3 乘以T減25 然後就變成11 減19 11 減19 乘以10的負6 然後把它移過去以後 就變成8 所以變成 這個時候 這是 8 乘以10的負3 變成0.008 負3 8會等於多少 8一過去 這裡也是8 3乘以8 乘以10的負6 它再乘以T減25 那8消掉 8消掉 然後這個是 變掉 這10的負3 所以變成多少 T減25 等於 3分之1 乘以10的負3 10的三次方 3分之1 乘以10的三次方 那這個大概多少 0.333吧 3.3 乘以10的負2 大概333度 所以T減多少 333加上25 8 5 大概318度 358度 360度 差不多啦 大概是358度 安約等於360度 360度系 1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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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